大家好,我是艾莉,欢迎收看旅行摄影的小课堂 色调曲线是LightTone中唯一以图形展现的参数设置 这让它看起来非常的难懂 如果是滑块的话,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指数自由的拖动,边调边看效果 但是变成了这样的曲线就会有点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相信大家肯定也听说过曲线的强大之处 所以这种想学又害怕接近的感觉一直折磨着我们好奇的小心脏 好消息是LightTone在今年6月更新的版本里色调曲线比以前更容易使用了 用了几个月下来,我确实觉得它现在变得平易近人多了 界面也更友善,操作起来也比旧版本更容易上手 今天就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强大的色调曲线设置功能 看看它如何帮我们进行后期调整 我目前使用的是Lightroom Classic 9.4版本 如果你在使用其他版本的Lightroom,色调曲线的界面设计看起来会略有不同 但是它的使用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新版本下的色调曲线是什么样子 新版本的界面相比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调整模式和通道都放在了曲线的最上方 在调整过程中可以自由的切换,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 下面我们就聊聊色调曲线的用法 当打开色调曲线模块的时候,它的默认模式是参数曲线 这也是最容易操作的模式,就是左边这个灰色圆圈带S曲线的标志 下面配有参数滑画,直接拖动下面的参数和上面的曲线都可以进行调整 平时后期时,大多数的照片我们都会在基本设置当中将高光降低,然后把阴影提高 当高光降低到-100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设置的极限 这时候,再打开色调曲线当中的参数曲线,会发现在这里高光居然还可以继续降低 阴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基本设置当中没能达到的曝光修正 我们都可以到色调曲线继续调整 参数曲线的一大特点是可以自由设置色调所影响的区域和范围 在基本设置当中,高光、阴影以及黑白色界的调整范围是基于直方图的标准划分区域 把鼠标移动到这四个设置上,直方图背景变灰色的位置就是这个参数设置所对应的调整范围 这个范围是固定化的,它适用于大多数的案例,但是也会碰到特殊的情况 还记得咱们说过的直方图曲线的不同形态吗? 如果照片整体是暗色调或者是全白色的,曲线的分布就会集中在直方图的左侧或者右侧 那这种固定化的曲线分割就显然不适合我们的照片了 在参数曲线当中,影响范围的分割是可以个性化设置的 在曲线下方有这样一个分割画画,默认情况下它们将曲线平均分为了四份 上面的数值就是它占有的百分比,默认为25、50、75 下面的高光亮色调、暗色调还有阴影设置分别对应这四个部分 将鼠标放在任意一个设置上,你就可以看到它在曲线当中所影响的范围了 拖动调整占有的百分比就可以改变这四个设置所影响的范围 这样做就可以做到对色调所影响的区域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了 例如这样一张夜晚暗色调的照片 在默认区域下,阴影的影响范围中心点位于25 跨度非常的大 对于这张暗色调的照片呢,它几乎覆盖了大多数的面积 从直方图的曲线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如果我将它设置为10之后呢 阴影设置的范围就比之前要少了很多 利用这一功能,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照片的颜色特点进行微调了 是不是非常的智能呢 上面说的又是高光,阴影,又是亮色调,暗色调的 刚接触摄影的小伙伴们可能一听这些词就有些晕 不知道照片中哪里才是这些设置所对应的区域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工具 在曲线左上角有这样一个小圆圈 点击之后呢,鼠标就会变成上下箭头的样子 移动到照片中任何一个位置 右侧曲线中所对应的区域和设置就会亮起来 按下鼠标上下拖动就可以直接调整参数了 通过这个小工具呢,就可以在照片中找到我们想要调整的位置 从而找到曲线中所对应的参数设置了 同时呢,它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学习如何识别照片中的色调 S曲线是平时后期时最常用的曲线设置 提高亮色调和降低暗色调 就可以轻松达到增加对比度的效果 之所以叫S曲线呢 也是因为设置结果和字母S长得一样 在参数曲线的隔壁是点曲线 就是这个灰色的小圆圈 可以把它看作是高级自定义版本的参数曲线 点曲线没有了下面的滑块 一下子呢就变得高冷了起来 只能通过拖动曲线来完成调整 但是它的高级之处呢 是在于可以添加多个点位进行曝光锁定 从而实现非常复杂的多点位曲线设置 如果拍摄胶片的话 扫毛底片后呢就可以先使用点曲线做反转了 曲线的最左端默认为黑色 最右端默认为白色 将曲线两端拖向另外一边 就可以反转底片的颜色了 但是别忘了在调整的过程中 所有的设置呢也是左右颠倒的 色调曲线不仅可以改变照片的色调 还可以同时改变照片的颜色 利用曲线来调色照片呢也是很快捷的方法 在点曲线的右侧呢是红绿蓝通道曲线 可以实现快速的调色处理 在不同的颜色通道曲线设置当中呢 可以实现对亮部和暗部的多层次调色处理 例如提高暗部曝光的同时增加绿色调 或者增加亮色调的同时呢增加暖色调 在不同的曝光区域改变颜色的偏向和曝光 这些都可以在曲线当中实现 所以说如果只用light tone当中一个功能 就能完成一张照片的快速后期的话 那就是色调曲线了 顺带一提的是想要重置曲线设置的话呢 只需要双击点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或者右键点击曲线 选择复位任何一个设置 或者是全部复位 并且还有对齐网格这样的强迫症治愈功能 在色调曲线中 这几种调整模式都是相互联通的 在后期时不妨先从参数曲线开始 如果有更多的需求 再切换到点曲线 添加更多点位锁定来微调 最后利用颜色通道曲线来给照片做调色 这些设置的结果呢可以进行储存 方便以后套用 以上就是色调曲线的使用小技巧 在light tone中有很多不同的设置组合 都可以达到类似的调色效果 这也是后期的乐趣之一 没有完全一样的参数设置 但有可能会出现很像的照片风格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 来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后期流程 在刚接触摄影的时候呢 我的后期速度非常的快 也许是不知道要调些什么 追求原汁原味 学的久了呢就沉迷了 搞得后期啊越来越复杂 现在呢又沉淀下来 把花里胡哨的东西去掉 只留下必要的步骤 画繁为简 其实照片呢没有好坏 自己喜欢就好 希望大家呢都能拍的开心 修的开心 享受摄影的乐趣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关于旅行摄影的一切都在这里 欢迎关注我 下期见